总统府原转会赛德克委员为了要实地了解部落族人的看法 邀请各部落族人前来参与探讨赛德克历史文化遗址存续与发展咨询会议 族人发言踊约全场聚焦土地及文化保存 重视旧部落遗址等议题 期盼正义返还给族人 这些旧部落啦 因为他那边还有一些也算是二级古迹啦 一些文化资产在那边很担心它被破坏掉啦 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 然后让我们的文化资产保留下来 那边三十五零半二十九零半是我们合作族人的土地 是实实在在每个家族里面在养家活口的土地 我们真的是被政府掠夺的财产 我只想要一个争议 该属于我族人的我村民的财产要还给我们 从土地历史文化部落遗址及语言 共进行十三项议案讨论 现场讨论热烈 不过也有年轻人提到 希望后续相关原住民重要议题 能够纳入青年力量 支持青年成立组织 对部落族人探讨诸多议题 后续结论达成共识 若有必要将到行政院请愿 而原转会赛德克委员表示 透过咨询会议的讨论 期盼为赛德克族的土地历史文化再次被看见 刚刚提到那么多的一个个案 甚至土地的问题 那后来的结论也有人提议说 有必要我们要到行政院去请愿 那我想这是大家今天的共识 很多的老人刚才也提出了意见 这个是也需要让我们台湾的政府 能够去保存它 那共同努力 咨询座谈会议中 从中凝聚部落意识 由族人自主决定部落发展 族人的意见 原转会历史及文化小组 也做成记录 继续为族人进行转型正义的工作 原事新闻 一晚大岛南投仁爱采访报导